嗨,大家好,我是Cody妈妈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万寿菊Marigold 从播种到开花的整个过程 万寿菊菊科 一年生 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兔子一路都不爱 又叫臭菊花 花大,花期长,花色艳丽 品种繁多 花形,色彩也很丰富 有各种不同的高度 供您选择 开花季节从5月到9月 万寿菊可以播种 也可以插杆 播种的成活率非常的高 可达90%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进行的 这是一包Marigold的种子 非常便宜 在市场上也可以买到 也可以自收您喜欢的品种的种子 万寿菊对土壤要求不高 一般的Potin Soya Potin Mix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要准备好土 放在一个盒子里 先给它润湿 然后把种子一粒一粒的放在土壤的表皮的下面 它们的间距大概是一到两厘米 万寿菊很容易发芽 盖不盖上面的塑料盖或者塑料薄膜都可以 随后我们需要用手轻轻地拍一下 把土芽拾一点 放在温暖阳光的地方 十天之后就已经开始冒芽了 在种植发芽和成小苗之后 一定要每天喷水 这个小芽已经20天了 长得虽然慢 但是它已经很健壮了 这是30天的样子 这个时候每两天喷水时 加很少量的高磷肥在水中 直接撒在小苗上 万寿菊从播种到开花 只需50到60天 我这些小苗40天之后 已经开始打花苞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不会留住这些花苞 我要对它们进行打尖 让它们长出更多的侧枝来 从下午上 4到6片正月处 把尖掐掉 如果有花苞 同样也把花苞去掉 在本视频下方 有如何打尖 专门视频的链接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详细了解 这个时候 育苗的小盒已经太浅了 我会把它们移到一个深一点的小盒里 有利于它们根部的发展 也便于我管理 50天以后 它们都长成成熟的小苗了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正常施肥了 每周一次 按肥料说明书上的说明 将其稀释在水中 浇在盆土中即可 万寿局建议打顶次数 一到两次 60天之后 开除了第一朵美丽的花 万寿局整株都具有药用价值 防虫还是蔬菜的好伴侣 万寿局可以盆栽 也可以点缀花坛 布置花虫 全日照开花最佳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订阅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